iOS 17.3正式版已经可以下载 这个影片介绍九大更新内容 其中一个更新 本频道称作小偷哭哭新功能 这个新功能一定要开启哦 保护你自己的手机 也让小偷哭哭 大家好欢迎来到CWC Channel 在更新之前贴心提醒 别忘了先做好备份 只要你点选设定 Apple ID iCloud 这里就有iCloud备份 请做好备份以防万一 备份完之后点选设定 一般软体更新 这里就有软体更新的下载连结 下载之后就可以更新成最新的iOS 17.3正式版 此更新包含了许多的新的功能 以及错误的修正 那这个影片会来介绍 完整的九大更新内容 那这次所有的更新 都会分享在本频道的网站 叫做cwcchannel.com 也欢迎你来参观 首先就是小偷哭哭新功能 招窃装置防护 请到设定 Face ID与密码 输入你的密码 往下滑你会看到一个新的功能 招窃装置防护 这个功能是在iPhone 未处于住家或公司等熟悉地点的时候 会提供额外的一个安全防护 需要Face ID才能够取用部分的资料 增加安全性的设定 在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曾经有报道的一些案例 指出 有些小偷在偷你iPhone之前 会先站在你的身后 看你的密码 我相信各位有时候也无意间会看到 人家所输入的密码 当小偷知道你手机的密码之后 再把你的手机偷过来 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由于他已经知道你的密码 所以他拿到你的手机之后 就可以输入你的密码 进入到你的iPhone的系统里头 当小偷拿到你的手机 而且知道你的手机密码之后 他会去更改你的Apple ID密码 选择Apple ID 中间这里有登录与安全性 这里就可以点选更改密码 这里的更改密码只需要你手机的密码 我就可以输入新的Apple ID密码 当小偷成功的更改你的Apple ID密码之后 他就会来到了寻找 关闭 寻找我的iPhone功能 这样子你就找不到你的iPhone了 这里就输入他刚才所重置的密码 这样子你的寻找我的iPhone功能就会被取消 下一步他就会到你的密码 这边来点选 之后用你的密码输入 他如果来到这里我就完蛋了 因为这里包含了我所有网站Apps 银行等重要的密码资讯 例如这边我的密码总共有715个 全部曝光 举例来说我在苹果的官网上面的密码 就储存在这边 点选 再点选密码 只要点选这个密码之后 他就会显示你的密码 所以小偷就可以透过使用者名称 以及密码来登录到我的Apple.com的账号 窃取重要的资料 因此在安全的防护上变成是一大漏洞 手机输入密码变成非常非常的关键 当你手机被偷走了之后 你手机里头所有的资料通通都会完蛋 也由于这个因素 苹果现在新增了这个功能 只要你来到了Face ID与密码 开启这个招窃装置防护之后 只要是未处于住家或公司等熟悉地点 的话当你在设定某些功能 你就是必须要使用Face ID 或者是延迟时间的方式才能更新 即使你知道手机的密码 也没办法使用 你必须要使用Face ID 才能去更改部分的资料 至于有哪些资料是属于部分的资料呢 在下列的情况下 当你的定位并非是手机的位置之后 通通都必须要使用Face ID来开启 包括查看密码 申请新的苹果卡 关闭遗失模式 删除所有内容和装置 在钱包中进行现金和储存操作 使用Safari中的付款 还有使用你iPhone的设置 成新设备 另外还有一些功能是必须要使用Face ID 解开之后还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可以使用 包括了更改你的Apple ID密码 添加或删除可信任的设备 手机号码 恢复金钥 恢复联络人 更改你的iPhone密码 删除Face ID或者是Touch ID 关闭寻找我的iPhone 或者是关闭被偷的设备保护 现在我就来示范这个功能 我已经开启了这个召窃装置防护的功能 接下来我要到一个不常去的地方 然后试着来更改密码看看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我现在能来到了一个卖场 这个卖场是我不常来的一个地方 所以属于不熟悉的地区 那我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我开启了召窃装置保护的功能 那现在我来试看看 在这种不熟悉的地方情况下 设定开启了 我来按下密码 当我按下密码之后 他会要求Face ID 第一次没有成功 第二次再试一次 一样没成功 他就会撬出了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告诉我说 我必须要使用Face ID才能解锁 因此在不熟悉的地方 开启了这个设定之后 就会要求Face ID的功能 在Face ID与密码的最下面 我可以来更改我的手机密码 当我点选更改密码之后 一样需要Face ID 没办法成功 再试一次 一样跳出了这个设定装置的讯息 最后一个我来试看看 能不能更改Apple ID 来到了我的Apple ID之后 点选登录与安全性 我想要更改密码 点选之后 我需要Face ID才能开启 再试一次 同样的需要Face ID 它就会跳出这个错误的讯息 接下来是苹果官方新的桌布 团结一致 就是目前我手机上面所显示的桌布 这个是官方新提供的桌布 叫做团结 每一年苹果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发布 团结相关的更新 包括了锁定画面的桌布 那Apple Watch也有新的表带 那Apple Watch的桌布也有新的更新 使用方式按住不放 点选 往下滑 现在除了骄傲以外 还会有团结 这个团结是苹果黑人创意社群成员和伙伴 所设计的 主要是向黑人的历史和文化来致敬 那这一次的团结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 包括这一次的更新 以及之前的更新通通都包裹在里头 点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你可以往左往右来更换桌布的颜色背景 那这个桌布当你进入到主画面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动画的效果 看起来还不错 所以这个是官方所提供的锁定画面桌布更新 那这次锁定画面桌布更新的内容不仅仅是iPhone 这里是官方的新闻稿 2024年Black Unity 主要就是强调苹果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公司 那往下滑到最下面有苹果的手表 那有新的表带 以及手表的新的桌布 好这里就是新的表带的内容 那iPad也有这一次团结的锁定画面桌布 想要跟你的朋友来一场音乐派对吗 音乐协同合作 之前在iOS是7.2测试版的时候 曾经有音乐合作的新功能 不过听说是安全的因素 暂时把这个功能关闭 那现在iOS17.3 又把这个功能加回来 点选音乐 这里就来一场音乐派对 你可以跟朋友同波共享超过7500万首的歌曲 必须要去订阅升级Apple Music 那使用的方式 来到你的播放列表 点选你要 分享的播放列表 右上方这里有三个小点点 里头就有合作 点选合作 就会来场音乐派对 只要去订阅Apple Music这个功能的话 你就可以跟朋友一起来分享 接下来是iOS17.2 有个新的App叫做日志Journal 在设定里头 现在有更多的设定取用 可以来调整 点选设定 来到了Journal 日志 那除了位置照片 麦克风相机之前都有之外 现在Siri与搜寻通知 还有背景App重新整理 也加入了进来 到饭店也可以使用AirPlay AirPlay in Hotel 新功能 如果饭店里头所使用的电视 有支援AirPlay Apple TV的话呢 之前你必须要在饭店里头的电视 登录Apple TV 登录的过程非常繁杂 很讨厌 那现在只要透过 AirPlay in Hotel 的功能 你直接扫描QR Code 一扫描之后 你就自动的登录 立即存取你账号相关的资讯 直接可以快速的在饭店的电视里头 观看Apple TV的内容 车祸侦测在iOS16推出 那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优化它的准确度 之前有人坐云霄飞车 悟出了车祸侦测 而触发了SOS紧急电话的播放 那现在透过了不断的优化 再优化 准确度提高了很多 那有关于车祸侦测 你可以来到了设定 SOS紧急服务 来到下方 这里就有严重车祸后拨打电话 那iPhone怎么知道你会有车祸呢 就是透过了车祸侦测的功能 那现在车祸侦测的功能 优化之后准确度更高 iPhone也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 Apple Vision Pro相关的支援 因此在iOS17.20后 有一个新的更新 点选相机设定 点选格式 往下滑 这里有适用于 Apple Vision Pro空间影片 那这次iOS17.3 有介绍这个Apple Vision Pro的空间影片 如果开启相机 将手机横放之后 点选下去 Apple Vision Pro 它就会出现了介绍 这个是用于Apple Vision Pro的空间影片 在Apple Vision Pro上 可以看3D影片重现回忆 或者是iPhone上面看2D的 所以如果要使用这种录影的效果 请将iPhone横向摆放 并且保持稳定 接下来更新是iCloud 现在可以在你的讯息上面 做同步备份 点选设定 来到你的Apple ID 这里可以选择iCloud 这边就有iCloud云端讯息 点选 你可以在这里开启同步 它就会去同步 你在手机的讯息到云端上面 你可以管理储存空间 保留讯息 或者是选择立即同步 那这样子 它就会同步你的讯息内容 那最后一个更新是错误的修正 在官方的笔记里头 有提到错误修正的内容 当你的手机 涉及到大量的交易资讯的时候 会出现API资讯传送上面的问题 会造成不预期的错误的现象 那这个问题已经在这一次17.3 有解决掉了 另外在官方网站上面的这一次17.3 并没有安全方面的更新 如果你有使用苹果的Magic Keyboard 魔术键盘 它也有一些资讯方面的安全 可以来更新 好 这个就是所有iOS17.3的更新内容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别忘了 如果您要收到最新的iOS相关的资讯 别忘了锁定本频道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